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关红 我今天要做的是乐于视频乐于印象 我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 温柔 乖巧 然后爱笑 我觉得是开心的 因为我可以透过他们 就是说我可能很像谁 而认识到一个人 不认识的话 我可以因为他们这么说 我本来会多认识一个人 我其实还蛮想见到真人 然后去看看就是跟我长得很像 然后跟他们做朋友 你个人其实也很喜欢绝发 在我身上我觉得很舒服 但是应该喜欢吧 然后就会让人可能觉得 不会那么的不满 我其实蛮想的 因为有时候一直染一直染 其实挺麻烦的 然后我就想要让他就是变成黑色之后 就一直是黑色 我也是有一天突然发现 我原始怎么是最多的 心动的信号现在还没有播完 看到最后你才会知道 社会迷恋多了吧 二十几年了 其实也没有 我很喜欢我观念不同的朋友 他们的想法 对我来说会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然后我就会因此而多了很多 可以去接纳别人的声音 有会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 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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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真的吗 很欣赏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所以我很兴奋 就这个时候就特别怂 我觉得说 你好我是光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本来就没有啊 其实我也不觉得那个是衰 我觉得那个就是很真实的自我 然后我喜欢把那个部分给大家看 而不是就是 always就是那种很好看的自拍等等的 我今天长得不是很好看 然后我最有诚意的话 大家就是不会啊 我觉得跟平常一样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 我就会说 嗯对啊蛮臭的 那我一定眼睛看 眼睛看然后看是 看是什么东西 出于好奇的 what 那个时候不是后面都会有那个吗 关键词 我还蛮好奇那个关键词 会是什么 好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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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文哥 我那个时候去录制心动的信号 他那个时候坐在沙发上 然后我要去跟他握手 他就站起来 然后双手 握住我的单手 然后另外一只手 马上跟着上来 然后就是 亚文哥好亚文哥 他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位置了 但他为人还是非常的谦虚 我就觉得蛮意外 因为我永远不了解情商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不会觉得我情商是高的 我会觉得可能就是还有一点点智商吧 就不会说自己情商高 不是被宠爱太多 是受伤太多了 所以懂得怎么样更圆润的跟大家相处 我希望可以以正能量的方式跟大家相处 我也没有 我可能就是很专注的在聊天吧 然后就会觉得 诶 点到了 然后我就会很兴奋 或者是蛤 真的吗 就会有很多表情 你好 我是光宏 你叫什么名字 很高兴认识你 诶 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很自然的聊起天了 演示内心的尴尬 虽然我是一个主动追求的人 但是对于搭设这件事情 我其实也不太会 我还在学习当中 我现在已经好兴奋